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这场比赛 大家都知道在之前的流量队是23分的大比分输给了青岛队 青岛队整体实力不是很强 只排在联赛的第16名 可以说上场输球呢 作为流量队来说呢 确实比较窝囊 虽然两大主将 郭伦伦和韩国军没有出场 但是从整体的球队的状态来看 确实不是很好 过完新年之后呢 球队确实需要慢慢的找回状态 反观上海队目前来说状态比较火热 在本赛季引进冠军教头李传江之后呢 可以说上海队呢 一跃成为本赛季的最大热门 包括刘征 王哲林等一大批的优秀群员 加上外员芬兰克林 可以说从整体来看 上海队的整体实力呢 是不弱于流量队的 目前来说上海队排名联赛第二 只有今天晚上的比赛 上海队击败流量队 他很有可能去冲到榜鼠 这其实作为流量队来说呢 压力比较大 因为流量队想要保住榜鼠 在今天晚上比赛中呢 必须要全力的击败上海队 两队的整体实力消差不大 这场比赛呢 将会在CCTV5加进行视频直播 喜欢观看的朋友们可以去观看 本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比较重要 不管是从两队的整体实力还是板凳深度来说呢 都差不多 最主要还是看杨明和李传江的一个斗法 杨明呢 作为新帅 李传江呢 作为冠军右头 从经验上来说 李传江应该是占据优势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呢 两队啊 都能够打出好的比赛 给观众朋友们能够贡献精彩的比赛 也是祝福两支球队都能够在本赛季呢 取得好成绩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